陪伴是没有期限的承诺 财团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 社会福利基金会圣安娜之家 一直是最重度 最无一的生长孩子的家 成立50年 岁月一晃而过 为感谢所有支持者 10月30号 在中游大楼国光会议厅 举行感恩音乐会 董事长费克强神父说 50年的存在 仍不容易 今天的音乐会 是用感恩的心来判 感谢你们 感谢所有在五十年内 作为 上安娜之家 重要 组成部分的人 明年 上安娜之家就开始走 另外五十年的路 如果上安娜之家 继续 也不断听 社会需求 提供 好的服务 有你们的 支持 我相信 上安娜之家 有祂的存在 有祂的意义 感恩音乐会 由台北市 慈马迪音乐帐篷协会 傅显恒老师担任指挥 带领慈马迪合唱团和管弦乐团 多位杰出的音乐家 与天母国中合唱团 天母国小合唱团 天主教志工合唱团 天主之母堂 圣勇团 军使会 共荣堂 联合圣勇团 还有圣安娜之家 和圣文生 乐活 功仿 伸张天使 共同演出 圣安娜之家的孩子 多数是重度障碍者 小小的手虽然力气不大 但只要拿起乐器 用自己的力量 发出声音 都会让孩子产生 满满的成就感 能够展现自信的一面 同时达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让整个音乐会 融合观众和演出者 共同激发 无限感恩的心